請注意我和超前部署不下廣告 不成立LINE群組 如果叫你加LINE就是詐騙 記得喔 我覺得從技術面看的話 兩層這裡其實應該會有個 直跌反彈的契機 可是接下來我們就要看 融資餘額到底減少到什麼程度 如果說它跌了20% 可是融資餘額還是沒有辦法 這個有效的降低的話 那恐怕就要去下彈 空間 大家好我是燕麗 歡迎收看超前部署 首先呢恭喜我們的林洋沛呢 是奪金牌了 不過呢大家更關心的是 台股這一波究竟會跌到哪裡 特別是呢我們看到台積電 鴻海聯發科聯電 很多觀眾朋友都在問說 現在是超底的好時機嗎 馬上歡迎今天的大來賓 是資深品師李永年 永年哥你好 你好各位同志朋友大家好 好當然我們現在小股民心中都在躺血啦 因為很多人真是來不及停損 不過我們還是幫大家整理一下 為什麼美股這一波跌的這麼迅速 那當然包括最新的中東的情勢 看起來也越來越緊張 然後明明像AMD的財報很好 可是呢也只好一天啊 相關的概念股也是重挫 所以先請教一下永年哥 美股這一波跌的會讓人家覺得有點意外嗎 其實不能算是意外 為什麼呢 其實大家可以看 那當然你說這個 伊朗宣布要對以色列開火 這個算是一個意外 對這算是一個意外 可是呢 這個從經濟景氣來看的話 其實並不意外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大家可以注意看一個重點 就是說當鮑爾他宣布說 他明示就是說好 最快我們從9月開始要降息之後 所有公佈的經濟數據呢 當他不好的時候 那股市他們每股是跌的 那大家回想一下 在過去半年裡面呢 其實呢 每一次當宣布說 我們的經濟數據不好的時候 他股市都是漲的 為什麼呢 因為可以降息 對不對 可是呢 他現在已經明白的宣布就是說 好我們9月開始要降息了 結果 他這個經濟數據出來不好 他反而股市是跌的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大家擔心經濟衰退 對沒有錯 而且呢 過去有的慘痛經驗 那股市都會展開 波段的股市 對嘛 反正降息是我們投資人 預料當中嘛 利多出境 至少是短期的利多出境 對沒有錯 因為呢 這表示什麼 他你為什麼要降息 因為經濟表現不好 對不對 要經濟衰退的可能性 好 那麼所以呢 那另外一個 還有這個是最重要的 日元升值 他日元升值 他會造成什麼後果 會導致當初流亡美元資產 這些日元資金 有很多渡邊太太有沒有 之前在借日元 然後跑去美國呢 去買著美債啦 買什麼美國的這些資產 然後呢 套匯套利 對不對 那現在呢 因為日元強力升值 所以這些渡邊太太資金 都回流日本了 那麼全世界 尤其是以美國為主的 這些的 這個股市呢 就會出現資金缺乏效應 資金流出的效應了 所以就開始大跌 那問題在這裡 日元呢 他升值照理說 對日本股市應該是利多 可是呢 當初日元在很低的時候呢 股市是漲的 所以現在日元一升值呢 股市反而也跟著重挫 所以呢 全球的主要的經濟國家 股市都在重挫 所以這個美國也是一樣 那我們台灣當然也就是 對台股因此很難 就是置身事外 是的 那台股這一波呢 那當然就是外資是最大的兇手 我們看到呢外資一直賣 然後連高股息ETF 都砍得不手軟 大家現在最關心的是 今天已經跌這麼多了 到底直穩了沒啊 我們這樣子講 其實呢 這個這一次的大跌 有兩個關鍵 那第一個就是為什麼會大跌 要大跌到哪裡 第一個就是呢 因為從這個2022年的11月開始 一直到現在這一波呢 到24416 它一共漲了一年 不只一年半了 那在這一年半裡面 幾乎沒有回檔修正過 沒有適度的回檔 它本來就應該要做個 這個波段的回檔 這個整理 那它整理一般來講 整理的幅度 大概回檔的幅度 大概要多少呢 正常的講 大概是20% 20%的話 就是我們從24416開始起算 回檔20%的話 那大概是在19500點左右 其實也跟今天的指數位置 已經很接近了 可是呢 現在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要殺融資 那這一次 我們這個融資余額 就從我剛剛講的 2022年的這個11月開始起算 那融資余額增加多少 增加204% 哇 大家都有進場了 那這個貸款的還不算 這個什麼值押股票貸款的 那個還不算 那個金額更可怕 為什麼呢 因為之前是群益證券 沒有現金可以做貸款了 後來統一也是一樣 後來元大也是一樣 大家都沒現金了 那個聽著那個消息會嚇死人 你知道嗎 因為大家都去買股票 然後質押借錢 再來買股票 那個槓桿倍數抬得太高了 所以呢 現在是要殺什麼 要殺融資 那融資余額呢 它是我剛剛講過了 增加204% 可是同一個時期呢 加權指數增加多少 72.7%而已 72.7% 所以你融資以為要減少 那減少到什麼程度呢 我的估計是從上個禮拜五的 這個2795億開始起算的話 至少還要再減少 大概450億 那麼所以呢 這個融資一定要減少 那這個 然後呢 我們再看一下 剛才我們有講了 因為美股大跌了 日元這樣 這些的條件 所以止跌的條件 我們要注意看哦 因為外資呢 在台紫期的進空單呢 到上禮拜五為止是 還有4.5萬口 對 創歷史的新高 那今天不知道了 因為我們錄影當下還沒出來 對 還沒出來 那麼 我們剛剛講 至少要降到1萬 這個數字很多耶 你要從4.5萬口 降到1.5萬口 很多啊 對啊 而且要看它願不願意降 現在這問題在這裡 那外資現貨呢 至少必須要連買三天 那合計呢 要買超500億以上 這個是條件 那另外呢 剛才我講了 融資平均至少要再減掉 大概450億左右 那總體市場人資維持率呢 融資維持至少要降到152% 其實150恐怕還不太夠 至少要達到這個目標 然後再一個目標就是呢 美國股市要展開強力反彈 台幣要質貶回升 這幾個條件達成了 那大概就是真正的見底的時候 好那當然這四個條件 各有各的不同的挑戰性跟難度 不過永年哥我想直接請教的是說 其實這一波台股的 從高點跌到現在的位置 大概就是跌了20%附近嘛 理論上其實台股 如果不是大幅走空頭的話 跌20%應該會有一個比較強而有力的支撐 那如果真的是步入熊市的話 那當然就是要跌三成嘛 那現在你覺得哪一個比較 我覺得從技術面看的話 兩成這裡呢 其實應該會有個止跌反彈的契機 可是呢 接下來我們就要看融資維額 到底減少到什麼程度 如果說它跌了20% 可是融資維額還是沒有辦法 這個有效的降低的話 那恐怕就要去下探30%這個空間了 那至於說會不會跌破30%呢 那又要看美國股市 還有我們台幣的匯率 還有呢 這個日元升值的幅度是怎麼樣 那個時候才能 中和來研判才能知道 它到底是不是真的止跌了 所以現在還不能那麼篤定的 就是說現在已經見底了 是還沒有辦法 現在還 可能會有個短線反彈了 技術性的反彈了 因為短線技術指標都已經 都已經那個覆拐力都已經夠大了 所以到底現在該不該進場 我們待會兒會幫大家做一個解析 另外我們再來看的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經濟數據 就是景氣燈號 最新的景氣燈號是亮了紅燈 那我們知道其實市場上的老江湖 都告訴我們了 買股票就要買在藍燈 也就是景氣低迷的時候 當紅燈出現的時候 就是賣股的好時機 就哇 元英哥這次其實蠻吻合的 不過我想請教你另外一個問題是 我看到了有一些分析師 他們預估這一波的紅燈 應該有機會再亮兩個到三個紅燈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的話 就表示說 也許台股可能還有機會 再創一個高點 算這個高點不見得是 什麼兩萬八三萬 對對對 那也有可能是過兩萬五之類的 那我不知道有年格怎麼看 我覺得要再創三個紅燈的可能性 並沒有這麼高 為什麼呢 因為這一次的六月份的景氣對策訊號 之所以能夠達到紅燈 它是紅燈的最低標是38分 它之所以能夠達到這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出口金額增加 對 那成大幅成長 那第二個呢 是因為股市 就是加權指數大幅的成長 好 那現在到了七月以後呢 這個出口金額有沒有增加 這個我們不敢講 可是我們 AI可能還不錯 但其他手機 對 它不一定了 對 那麼 那因為我們最主要的這個外銷國 出口國是這個中國大陸跟美國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談這個問題 那現在比較麻煩的問題呢 是說這個股市 因為股市我們七月是跌的 對 那八月現在剛開始看起來也不太妙 對不對 所以呢 那個扣分 減分的地方 其實還蠻大的 那如果出口金額再下降的話呢 那大概要維持紅燈的困難度就會很高了 嗯 所以我不太認為說 呃 有能夠有辦法就連續三四個紅燈 我覺得這個困難度有點高 好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比較像是過兩萬五會有很大的挑戰性 是有很大的挑戰性啦 因為這一波的回檔 我覺得我這樣子講好了 那個79年的時候呢 應該78年 78年的時候他崩跌了一波三千點 就回檔百分之三十之後呢 就出現一個這個強力的反彈的走勢 就是到了歷史的高點 那這一波的回檔 有一點像當時的情形 嗯 可是呢 有沒有辦法再來突破 再像這個民國78年到79年那樣子 大漲一段 然後再創歷史新高呢 我覺得這邊有困難度 為什麼 因為他現在是資金撤離 因為這一波的加權指數之所以能夠到24416最主要原因是因為資金行情 並不見得是景氣行情 完全是景氣行情 他其實大部分的原因是因為資金行情 可是現在資金呢都開始撤離了 都開始撤離的話 所以他回檔的幅度會這麼大 然後回檔會這麼急 這個就是資金行情的特色 漲的時候沒有邊 然後呢 跌的時候沒有底 就是這個樣子 那現在呢 我們如果要看景氣燈號的話 他有一點問題 就是說 美國景氣景氣呢 已經開始逐步在走軟了 這個無庸置疑的 那中國大陸的景氣呢 又抑震乏力 所以呢 台灣股市呢 在這邊 你說要真的能夠 靠這兩個力量 一個是資金 一個是經濟景氣 那都沒有辦法支撐這個大盤 所以我覺得 會有反彈啦 可是能不能夠再創新高 可能還要再觀察 所以永年哥 聽你剛剛的論述 我的想法是這樣 我不知道這樣解讀 對不對 你是看的比較保守 你認為呢 台股再創新高 這可能性比較沒有那麼高 但這一波呢 跌升依舊會反彈 所以呢 好的股票 也許我們可以趁這一波 殺了比較兇的時候 去撿一些便宜 但是呢 要再挑戰歷史新高 確實是有難度的 好 那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新聞 我覺得一定要幫大家做解讀 就是當我們禮拜六 禮拜天 在看各式各樣的奧運比賽 的時候 我們當然很開心 可是這個新聞呢 真的是讓我有點擔心 就是波克夏最新的持股 是大賣Apple 把Apple的股票賣了 將近是五成左右 當然它同時也減持了 它其他的重要持股 比如說像是美國銀行等等 所以我想請教永年哥的是說 波克夏的操盤人 包括呢 巴菲特本人或者是他的身邊的兩位大將 是看到了什麼訊號啊 其實他看到的訊號就是現在已經表現出來的這些訊號 就他一顧會大跌 對 一人大幅度的升值 因為我們要這樣子想 因為他是一個基金的經理人 對不對 一個基金經理人 那你基金呢 你不可能把你的這個股票呢 全部賣光光 全部變成現金 可是呢 你可以大部分的調節 那麼調節出這些現金 為什麼要調節換算換成現金呢 因為呢他可以逢低再承接 他等於在做價差 他的價差跟我們想像的價差是不一樣的 我們大概是一波價差呢 大概有個兩天一個禮拜的價差 哇我們就很開心了 對不對 他的 因為他們都長期操作 所以他的價差呢 最少也是三個月一季的嘛 他們就是大口咬啦 我們只能小口咬啦 他們的銀彈比較多啦 沒有錯 我們就是兩顆子彈啦 沒有錯 所以呢 你不管他講 他是為什麼要調節這個 這個蘋果的股票 不管是他為什麼要減碼 那其實他為什麼會減碼蘋果 他為什麼不減碼 他最喜歡的可口可樂 或者是這個 American Express 這個AZ啊 這些 那為什麼不減呢 因為呢 那一些他已經都減過了 那蘋果他是在過去這段時間 他加碼最多的股票 也是漲幅最大的股票 沒錯 所以他等於是做個獲利調節嘛 而且他已經看到了 就是說現在這個行情已經不對了 那已經要開始回檔了 那麼他當然先賣一下啊 那以後回來的時候 他就再買回來啊 他就可以做個價差 對不對 所以其實在做股票 有一個原則就是 兩點之間直線的距離是最短的 也就是你能賺到的錢是最少的 那一定要來回做 你才能夠累積更大的財富 那他就是把握了這個要領 好那我們看一下最新的 Poker下現金持有的部位是高達 2769億美元 其實已經算是這幾年的一個新高的一個水位 所以我相信當然有一些個股跌得比較凶的時候 當然他們就有很豐厚的子彈可以來做承接 那當然也像有年哥剛剛特別提到的就是 只有可能他們看到了手機市場不好 或者是就是美股漲太多了 稍微做一點調節 那我們也來幫大家關心整理的是 到底這個現階段有哪些股票的操作策略 那散戶應該怎麼辦 比如說像台積電好了 我有一個粉絲就特別來留言 他就問我說 姐上禮拜五我覺得已經是非常好的進場的時間點 沒想到今天又快跌停板 他說他這輩子很少看到台積電跌停板 他說那今天呢可以加碼嗎 我這樣子講 那今天能不能加碼 我們今天已經錄影結束了 明天可不可以加碼 那其實我是認為說台積電的話 其實跌到如果跌到800塊這個附近去加碼的話 以中長期來看是安全的 800塊 為什麼說是800呢 因為他今年的預估的EPS是40塊 對不對 那800塊的話是他的本益比是20倍 那20倍的本益比呢 一般來講是外資給他的這個買進的本益比 就是800塊 所以外資可以在800塊買進的話 那我們去買應該也可以 不會有太大問題 可是他有個問題 散戶增加的太多了 散戶股東增加太過 大家一定還記得在上上個禮拜 上上個禮拜 那個媒體都有報導 就是說哇這個 呃呃台積電的這個 呃股東人數 一下子增加了8萬人啊 一個禮拜就增加8萬人之類的 那這表示什麼 這表示呢 大家對他的認同度太高了 嗯 那認同度太高其實不是什麼好事 在股市裡面不是什麼好事 因為呢贏家永遠是孤獨的 所以呢我認為有可能還要洗一些符合出來 嗯 那可是呢原則上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在800塊附近 甚至於往下這個逢低這個承接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不會有太大問題 就是800塊錢附近往下分拼買 是 但也有可能他就是800塊就質問了嘛 對不對 對啊 所以800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關卡 事實上我們錄影當下台積電是收在815塊錢 已經破了我們上個禮拜錄影的時候 我們邀請杜老師 有特別提到說 其實台積電的融資斷頭價大概是840塊錢左右了 那我相信有一些小散戶可能現在在想說 到底該怎麼辦 所以我們節目之前也一直教導大家 投資要量力而為 再來我們來看的是鴻海 鴻海今天跌停板 所以我想鴻海的小股東心也很痛了 那如果說有短線上面套牢的人 或者是手上有點閒置資金的人 想要加碼的話 是現在就可以進場了嗎 還是有什麼樣的跡象或者是指標 我們再來做分批進場 其實理論上來講168塊對他來講的話 已經是一個可以進場的點 可是在正常的情況之下 可是因為現在是資金撤離的行情 我剛剛講過了 資金撤離行情往往會出現的超跌的走勢 所以鴻海會不會也出現超跌走勢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是有的 所以我們要怎麼去抓 它的這個可以逢低的承接點 大家回想一下 在過去的十幾年裡面 其實鴻海的它的平均的本益比 大概是在10倍到12倍之間 我們就抓12倍好了 那今年的EPS大概是12塊 所以12乘以12的話就144塊 所以這個是它 我認為是它的一個合理的本益比的位置 144塊 可是會不會跌到這裡 那我們就還要看它的融資餘額洗出來的程度怎麼樣 那如果融資餘額洗出來的很適合 它現在到禮拜五的時候 它手上這個融資餘額還有8萬多張 就看它能不能洗出來一些 那如果能洗得很徹底的話 那麼可能不用到144塊 它就可以反彈了 所以簡單的講的話 大概在168塊以下 到144塊之間的話 我覺得就可以開始注意 大盤是不是要反彈了 那如果大盤 覺得大盤要開始反彈的話 那麼這個時候可以進場去琢磨一些 好所以剛剛老師有特別提醒大家 鴻海的這個進場的區間大概是在168到144之間 那再次提醒大家 我們就是分批進場 我覺得聯電其實財報很不錯 那當然就禮拜一其實 大部分的全職股幾乎不是大疊 就是疊停 那聯電其實就是公司的高階主管 也有出面就是針對這個財報的事情 有解釋一番 就是說雖然呢財報不錯 第二屆財報優於市場預期 但是對於車用這一塊 看起來好像付出比較沒有那麼快 所以其實有一些小股民就期待說 那聯電是不是有機會複製 鴻海當時今年以來的走勢 V轉的模式 目前看起來好像也是 其實不太容易 那個鴻海為什麼能夠V轉呢 因為他吃到AI的訂單 對不對 那因為AI這個是新的東西 完全新的東西 所以他是另外拓展了 他的這個營收的來源 那可是聯電沒有 聯電他現在之所以能夠 還能夠他的股價 還能維持相對的穩定 其實像今天大家都跌得很慘 就是全職股大家都跌很慘 可是呢 其實相對來講 他跌的算是沒有這麼重 對我記得好像是5%多嘛 差不多 5 6%這個樣子 那所以他算是算是還蠻抗跌的了 那最主要原因在哪裡呢 最主要因為他現在呢 做差異差異化的解決方案 你知道就是說 譬如說客製化或差異化的 就是做出來別人不能做同樣的東西 可是呢 他這個只是說自保的動作而已 他現在的強敵在哪裡 強敵在中國大陸 因為他是做成熟製程的 那我們知道 因為中國大陸呢 他現在就是拼了命 他就大量的生產這個成熟製程的晶片 那所以呢 他用金海戰術來進攻 我覺得聯電會比較辛苦一點 那當然你說他會不會 能不能夠守得住 我覺得應該還是可以的 可是呢 你要像說他能不能像 紅海這樣子大 這個大V轉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不高 反而是因為他算是 高股息的概念股啦 接下來都會有一些相對的一個支撐 那針對這一檔的操作策略 是不是也請老師提點一下 有什麼樣特別的區間 大家可以去布局的 OK好 那其實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因為這是月線圖 我們可以看 他其實在過去呢 從這一年半多以來 他在橫向的區間盤整 那我們注意看 就是這個年限的位置 他一定要守住 他如果年限能守得住的話 因為這一波大盤呢 我看大盤跌破年限 大概也不太困難了 所以呢 他如果能夠守住年限 尤其是他如果能夠守住半年限的話 那他就是相對強勢股了 那這一支股票 我覺得就可以著墨了 好 所以呢 還是要看一下後世的一個情況 是 好那錄影錄到現在 我們幫大家整理了三檔股票 台積電 聯電 紅海 我直接請教遠年哥 你認為這一波台股跌下來 跌破了兩萬點 是 有哪幾檔 或者是我們剛剛提到這三檔裡頭 你最推薦哪一檔的全職股 是值得做佈局跟封地加碼的 OK 好 如果以全職股來講的話呢 那麼我覺得比較安全的還是聯電 因為他的籌碼算是在這幾檔全職股裡面 他算是比較穩定的 真的 我以為你會選台積電 台積電對不對 純粹就是因為聯電這一波跌的 比較沒有那麼深嗎 其實因為他的籌碼比較穩定一點 對 比較乾淨一點 因為其實就是我剛剛講的台積電的他的籌碼 其實算是在這三檔裡面 他算是比較凌亂的 嗯 符合比較多的 那如果說要另外再從這其他的裡面選 對 從其他的 我會比較建議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航運 哦 可是最近SCFI航運指數其實跌很深 是 對 因為他也跌了很深了 對不對 那可是現在呢 這個以色列跟伊朗的戰爭隨時會爆發 那大家記住了 只要這個伊朗呢 只要他的戰火有牽連到他的國家的話 他做第一個動作是什麼 封鎖荷姆斯海峽 對 所以呢 油價大概會漲 那麼航運也是一樣 因為那個鴻海啦 或者是荷姆斯海峽 這不能走了 那個總統地區就不能走 一定要繞路 一定要繞路 所以呢 航運股我覺得可以注意一下 那航運股是首推長榮嗎 還是 應該是長榮啊 其實 其實陽明都可以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發現呢 在過去從7月開始看 因為我們現在都知道 從7月開始呢 外資賣超了很多 對不對 4000多億 賣超 可能到今天大概有5000億了 那賣超這麼多 可是呢 在從7月開始到現在 到上禮拜五為止 如果有些什麼股票 外資是不但不是賣超 反而是買超的話 我覺得可以注意一下 那陽明就是其中之一 哦 所以今天呢 至少大家聽到了一檔是 可能短線上有一點希望的啦 對 就比較有機會啦 好 不過這些好的全資國 我想跌身了自由反彈的一個機會 只是就像永年哥剛剛提醒大家的 會不會再創新高 這個還要看外資是不是能夠再回過頭來加碼 對 沒有錯 以及國際之間的一個變數 好 那今天非常謝謝永年哥的分享 好 資料真的非常非常的豐富 不過再次提醒大家 國際間的變數真的很多 如果大家想要抄底的話 我們還是要繫好安全帶 最後也請大家留言給我們 大家認為台股這一波 究竟會殺到什麼樣的指數位置 以及你最想加碼拿機檔股票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 喜歡剛剛分享的內容嗎 別忘了按讚 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超前部署的最新內容 好嗎 這樣嗎 對 是 對 好嗎 我們終於輸了